血脂高了光吃药可不行 教你三招不用怕 降低血脂也不难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现在高血脂是越来越常见 今天就教大家三招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降低血脂 科普不易大家点亮小红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前段的时间接诊了一位患者 是广东的张女士 今年54岁 这两三年以来 她一直都是头晕头疼 记忆力也减退了 还会有全身都不舒服 胸闷心悸 觉也睡不好 在报告上就显示了 她的低密度是4.7 结合着她的蛇 蛇下有淤斑 蛇是淡的 胎白腻 辩证是属于气虚血淤 痰淤组织 除了给她补气补血的这些药以外 还要化痰去淤 这样综合起来治疗 特别是告诉她 在生活上要坚持以下这两点来配合 第一就是要坚持低脂 低盐 低糖的饮食习惯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多吃粗粮 第二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比如说慢跑 快走 拔断紧等等 就这样她坚持了三个月 症状明显的改善 在医院去复查低密度质蛋白 数值的时候 开心的看到了2.5 马铃薯为何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 每周平均吃上5-6个马铃薯 患中风的危险性可能会减少40% 在一项权威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马铃薯和其他含量丰富的甲元素的食物 比如说香蕉 杏 桃 这些都能够减少中风的风险 而且没有副作用 甲在人体中主要分布在细胞里 可以调节心脑血管的正常收缩功能 具有着卡动脉拙样硬化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功能 马铃薯就是我们说的土豆 它又有地下苹果的美育 营养非常丰富 常吃可以有益于健康 马铃薯又有降血压的成分 可以使周围血管舒张血压下降 有利于减少中风的风险 但是一定要注意 储存的时候 最好不要暴露在光线之下 吃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不要吃发芽的土豆 而且把皮上的那种发绿的部分 一定要给它切掉 我们经常特别爱吃的醋溜土豆 为什么 加点醋烹饪以后呢 可以降低它的毒性 一定要记住吃的方法 最好是用清蒸的方法 最忌讳的就是用油炸的方法 经常吃大蒜 会加速颈动脉斑块的脱落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查出了颈动脉的斑块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发愁了 颈动脉的斑块呢 是可以治疗的 不管你的斑块是1.5 1.8还是2.3毫米 只要选对了方法 是可以稳定住不再长 大蒜呢 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品 气味比较重 有一定的刺激性 很多人呢 说它是发物 觉得吃大蒜 不利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 还有可能呢 导致颈动脉斑块的增大 甚至是脱落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日常吃的大蒜呀 对颈动脉斑块没有影响 相反呢 它还会有很多的好处 大蒜和我们中药之中的小根蒜是一个来源 小根蒜又称之为蟹白 它可以帮助我们宽胸散结 也就是减缓心血管的这些压力啊疼痛 而大蒜中呢含有着大量的硫化物 可以促进血栓的分解 预防心血管脑血管疾病 药力研究呢 大蒜中的这些物质可以促进红细胞的变形 使它更容易通过狭窄的血管 减少血栓的风险 另外呢 大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啊 E啊 帮助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减少血栓的形成 颈动脉的斑块患者呢 千万不要再担心了 多吃大蒜呢 还可以有杀菌的作用 当然了 如果你胃不好的人 吃多了大蒜的话 老百姓中有一叫丁心 就是过于刺激的这些食品呢 对于胃呢 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要量力而行 脑供血不足 多吃这三类食物 帮你缓解不适的症状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供血不足呢 大多是因为血管发生了堵塞 导致大脑不能得到充足的血液 供应出现了头晕头痛 疲劳乏力等等这些症状 在日常生活中 有这么三类食物 可以多吃一些 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心脑血管 科普不易 大家点个小红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第一呢 就是富含有B族卫生素的食物 比如常见到的 卫生素B12 叶酸 这些营养素 都是红细胞生长发育 所必须的物质 富含卫生素B12的物质 比如说鸡蛋记得每天要吃 叶酸一般是在绿色的蔬菜中 含量是很高的 第二个就是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 适量的多吃呢 对脑供血不足 心肌缺血 这些都会有很好的缓解 以及治疗功效 比如像常见的食物 胡萝卜 番茄 芒果 这些呢 胡萝卜素的含量 都是很丰富的 第三就是含铁的食物 适量的多吃 不仅可以快速的补铁 同时对于脑供血不足 还具有着很好的预防 以及治疗的作用 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 日常生活中 记得适量的增加 这以上三类食物的试入 你都记住了吗 血管堵塞 告诉你一个方法 血管就会慢慢的疏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开始讲解之前 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别人随便发一个 吃吃喝喝的视频 就能有十几万的点赞 我精心整理的这些科普视频 怎么就很少有人看呢 我平时工作也很忙 但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再累 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多么希望国人能够建立起 正确的医疗健康观念 俗话说 治疗三分靠药 七分靠养 咱们疏通血管呢 不仅仅是要依靠药物 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管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只有胃气得到了保护 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 才能增强 排除废物的能力 自然也就变强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舌苔 如果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腻 那就说明你的脾胃 运化失常了 如果运化失常 就会产生水湿 弹湿 就需要好好地把脾胃的功能 强健起来 以便更好的增强脾胃吸收的能力 那各组织器官的营养 才能得到充分的供应 血的成分才能正常 你去测指标下 才能有一个好的正常值 要想让血管变得更好 一定要改善饮食习惯 同时要戒掉高盐 高糖 高油 这一类的食物 这些呢 都是保护好我们脾胃的关键 如果你也有关心病 血管堵塞 血管的狭窄 颈肚脉的斑块 心梗脑梗 支架术后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希望你在这里都能慢慢的得到解决 身体三处变硬 小心脑梗来临 不看你就亏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来临的前期是有信号发出的 只要你捕捉到了这些信号 在脑梗来临的前期 把病情控制住 就有可能会躲过猝死的厄运 科普不易 希望大家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第一个症状就是手指变硬 起初呢 只是手指发麻 渐渐的会觉得手指变得僵硬 和普通的手指发麻 不同的是 即便你怎么去揉或者休息 都不能缓解 这个就要注意了 第二就是舌根僵硬 出现舌根发硬之后呢 会说话不清楚 吃力 而且呢 还会影响到舌头 出现经常咬舌头 腔壳这些问题 口窗不断的出现 第三个症状呢 就是脸部有一些地方会麻木 变得僵硬 有的时候是半边 有的时候可能是下颌等部分的局域 出现麻木僵硬 脑梗呢 如果影响到了神经供血的时候 就会出现面瘫的症状 比如说睡觉会流口水 不能够控制住 这个嘴就歪的 当然还需要和周围性面瘫进行鉴别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小心 是不是有脑梗的迹象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一定要坚持看完这个视频 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别再担心了 这个视频呢 坚持看完 错过了 可能就刷不到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积累了40多年的临床经验 临床上所见的血管狭窄啊 颈动脉的斑块啊 这样的患者很多很多 看到他们被头晕 肢体麻木这些问题困扰 在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 这件事降不下来而忧愁 我希望能通过入住平台 分享心脑血管方面的科普知识 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中医文化 以科普宣传的方式 为大家做一些实事 像关心病 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三高这些问题 就别到处乱跑 到处去问 我的科普知识中 就由你所要的答案 心肌缺血不用愁 补充两种维生素 帮你改善心脏供血 如果你想预防或者改善心肌缺血 可以多补充下面两种含有维生素的食物 我个人是不主张去专门吃维生素 但是含有维生素的这些食物你要多吃 第一呢就是维生素C 它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它不仅可以美白皮肤延缓衰老 还能够预防和改善心肌缺血 适当的补充V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可以增加血管B的弹性和韧性 从而起到了缓解动脉硬化和改善心肌缺血的作用 比如说苹果呀猕猴桃呀橘子橙子西柚 胡萝卜芹菜这些都是含有维生素C含量很高的食材 第二呢就是维生素B9 也就是我们说的叶酸 含有叶酸的食物呢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同型半光酸的代谢 抑制动脉硬化的发展 可以有效的去降低关心病和心肌缺血的发病率 比如说菠菜 菠笋 油菜 橘子 草莓 樱桃 坚果和骨类的食物都是叶酸的来源 心脏决定寿命三个忠诚药给心脏加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说呢 心是煮血脉的心又藏神 如果心血施养 那就心神不宁了 身体呢也会慢慢的变得虚弱 如果不重视的话 就发展成为心脚痛心律不齐 关心病这些毛病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忠诚药 帮你养好心脏 第一如果你出现了气短心剂 失眠多梦 头晕头痛 肢体乏力 食欲不振这些情况 这是心脾两须了 这时呢可以用龟脾丸 龟脾丸的主要组成呢 就是黄膝 当归 党参 白竹 远至 酸枣仁 甘草等等 是意气 补血 健脾养心的 这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感觉心慌心忌 到了晚上还心烦 睡不着觉 手脚心发热 总是感觉很疲惫 脑子还记不住事儿 同时啊还容易口腔里 反复的长溃痒 大便干燥 舌尖是红的 舌苔呢少 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心阴虚 血虚的情况 可以参考用天王补心 来滋阴 养血 补心安神 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你是比较胆子小 容易受到惊吓 晚上还噩梦连连 经常呢会从梦里边 清醒过来 记忆力也不好 总是忘事儿 大便干解 舌淡 胎白 这是属于心气虚 那就要补心气 可以参考用白子养心丸来补气血 安心神 治心脏的问题啊 大多数会有通便的作用 不要害怕 只要不是拉的说气不来了 比平时的大便多上一次 甚至两次 没有觉得乏力类的情况 就是属于正常的 春天避开这五类食物 脾胃不好 爱失眠的朋友 要注意了 别以为呢 你熬过了寒冬 就能高枕无忧了 春天带来的麻烦 也不算少 我们要适应节气的特点 调节饮食习惯 容易助长病邪的这些食物 就应该忌口 第一 少吃一些酸味的食物 春天是干木之气 旺盛 酸呢 是乳干了 但是春天是生发的季节 酸味煮的是收敛 如果你吃太多 反而不利于肝的生发 但是这一点呢 又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本身肝活比较旺盛 还需要适当的 用一点酸味 帮助你来收敛肝活 滋肝因 第二 少吃冻风的食物 在人体里边 有内风 也有外风 一旦冻风了呢 就会引起来肝风内动 说的就是 心脑血管这些疾病 那容易产生 冻风的食物里边 就是注意吧 如果高血压的人 容易冻风的人 吃猪尾巴 再加上点酒 非常危险 第三 少吃辛辣 煎炸 难消化的食物 春天里边 干木旺盛 容易刻皮土 所以皮须的人 一定要当心 不好消化的 像烤肉炸鸡 这些呢 就容易阻碍了 脾胃的吸收 要少吃 容易产生积食 如果消化不了 那就聚湿生痰 第四呢 少吃寒凉的水果 水果不论是寒热 都是容易有注湿的倾向 那生冷寒凉呢 就会损伤了你的脾羊 在春天的时候 脾羊如果被损伤了 到夏天 该热的时候 它热不起来 尤其是在空调 冷气的环境下 那就容易让身体里边的脾胃 受到伤害 更容易着凉腐气 第五呢 少吃一些沉腐的食物 比如说像烟菜 酱豆腐这一类 一方面它是因为特别咸 容易伤脾胃 伤肝肾 春天除了食物上要禁忌以外 春天是一个昼夜温差 特别大的季节 特别是出现倒春寒 一定要记住老人的话 叫做春午秋冬 不要过早的去捡衣服 那样容易生病 教你一招不花钱 不费力 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平时大家呢 除了按照医生的嘱咐 规范性的用药的同时啊 要学会一些中医养生的技巧 也是很关键的 今天呢就教给大家 让你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方法 这第一个呢 就是拍打 液窝下的极拳穴 两侧交替的拍打 一分钟 拍打它具有着宽胸离气 活血通落的作用 对平时你感觉到胸闷 气短 心慌 胸痛的朋友 多拍打 双侧的液窝下 能够改善你的症状 这第二个穴呢 就是内观穴 在我们手腕上 腕横纹上两寸 经常的暗柔双侧的内观 可以帮助我们安定神志 疏肝和胃 第三个穴呢 就是经常的敲打 痰中穴 又称为淡中穴 位于胸部正中 两乳之间这个位置 是属于人脉上的一个穴位 尤其是气虚的人 特别累的时候 这个地方泥岸很疼 经常的敲打痰中穴 可以行气解瘀 理气通落 这一组锻炼呢 对于心肌缺血 心脏供血不足 关心病 能消除缓解这些症状 没事的时候 就多暗柔 这三个穴 春季养阳 虚忌口 两样东西要少吃 中医说 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 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 它代表着人的活力和生命力 是人体的根基 如果说你阳气虚了 你看这个人就没有活力了 明代大一家张景月 有这么一句话 天之大宝 只此一晚红日 人之大宝 只此一夕真阳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失去了这个太阳 那万物就会凋零 就全无生息 人如果失去了阳气 就不会有健康 所以特别注重身体的阳气 阳气充足了 生命就旺盛 所以啊 春季要注意养阳 那在忌口方面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忌辛辣 春天干火旺 吃辛辣的食物呢 会加重内火 刺激肠胃和血管 导致血压 暂时性的升高 心率就会加快 第二 即酸味 酸味的食物呢 容易入肝 多吃酸味的食物 会对肝气 输泄不利 导致肝于气质 气机不畅 而出现胸斜 绍腐 胀痛 也就是说 有气质的人 不要过多的食用酸味 如果气质了 就容易导致血愈 出现胸闷气短 头晕 这些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语浩教授 关注我了解更多 心脑血管方面的知识 有些人对中医呢 有误解 中医自己 也是有责任的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常识 而且呢 每一个中医 都应该有责任 去做这个科普 讲清楚 这个常识 这就是中医的 全名反应 或者也叫 药物反应 甚至啊 当你运动之后 也会有一些 反应出现 这是身体的 正常反应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像身体里在排毒 调整 机体 产生的这样的反应 比如说流鼻涕 全身没劲 尿频 精神不振 等等 每个人出现的症状 和轻重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中药以后 还是针灸 刮痧以后 拔挂 甚至推拿 正骨按摩之后 反正呢 所有的中医治疗 手法里啊 常常会出现 有这么一个 阶段性的反应 表现出来呢 要么病情会加重了 要么呢 是有其他的一些 身体的不适 比如说恶心 头晕 甚至呢 像拉肚子 呕吐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呢 没有听过这个事 你也不用担心 这其实呢 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尤其是相信中医的人 得了解这一点 不然呀 很可能就会造成误解 会导致终身 都不信任中医了 他还会跟别人讲 我就说嘛 中医不行 你看 我吃了第一天 我就拉肚子了 一天还拉好几次 一般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会问他 你拉完以后 是不是精力不够了 很疲惫 如果是排斗反呀 一般只是拉多几次 不会造成元气的大伤 精力呢 还会依旧 当然了 如果是用错药的情况下 这个拉肚子 也不要一味的认为 它是反应 什么事呢 都要辩证的去看 所以呢 我要大力的呼吁 我们中医药 不管是从业者 还是我们的患者 都要了解 学名反应 只有了解 有这样的一件事 而且尽量的去去除 这个心理的恐慌 避免更加严重的 不必要的误解 和负面的口口相传 挽住嘴 不吃这三样东西 血脂自然就降下来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擅长高血压 冠心病 心肌缺血 脑梗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我每天坚持在平台上 分享健康的知识 只想让更多的人 了解心脑血管的疾病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更有信心去战胜它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三种食物 高血脂症的患者要少吃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 高血脂症 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通常就是吃出来的 当然上了一定的年纪 身体的代谢功能就会下降 如果再摄入过量的脂肪和热量 就会出现无法代谢的情况 那这三种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比如素含饱和性脂肪酸的食物 比如说牛奶 黄油 受入过多的脂肪 就会使血液的绵稠度增加 血液当中的血脂也增加了 所以高血脂症患者要少吃 至于有的人说 那牛肉啊 羊肉啊 猪肉也有这些成分呢 这里所说的无过量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适量的食物优质蛋白是必须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吃了 那好的优质蛋白没有了 你营养不良了 血液的成分也会有问题的 第二呢 高胆固醇的食物 比如像动物的内脏 高血脂会使血液变得粘稠 而胆固醇过多呢 也会粘连在血管壁上 导致了血管的狭窄 这里仍然要解释一下啊 内脏含有大量脂肪胆固醇 但是呢 有人呢 就连鸡蛋也不敢吃了 其实呢 缺少了也是不行的 我在另一个视频里 会说明蛋黄它的作用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第三呢 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比如像薯片 面包 这些油炸的食物 它真的好吃啊 但是食用过多 就会使血液里边的粘稠度增加 所以这种食物 也要尽量的少吃 今天的内容 大家都记住了吗 脑梗怎么来的 就让它怎么回去 这个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看到很多的粉丝朋友呢 因为得了脑梗整日的担惊受怕 难道面对脑梗只有坐以待毙吗 其实不是 今天呢 就来告诉你脑梗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好的 首先呢 脑梗从哪来的呢 中医的角度说 一般是肝痒上抗 风邪弹着组织 这些原因引起的 因为患者长期的血脉不通 气血运行不畅 导致了脑粗中的发生 现代医学也认为呀 脑梗是因为患者长期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 三高这些基础病 以及呢 动脉周样硬化 多种因素 合并导致的 那脑梗又是怎么好的呢 前一段时间呢 有一位59岁的患者 他已经患病三年了 主要的症状就是 言语不清 流口水 走路呢 会画圈 手脚无力 这些不受控制的后遗症 治疗了很多年 效果都不太理想 慢慢的 他也就失去了细心 我根据他的具体情况 给他开发 坚持调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感觉手脚有劲了 表达的能力在慢慢的恢复中 简单的日常生活也能够自理了 患者呢 也是非常的开心 中医呢 要辩证论治 在这里呢 没有把具体的药给说出来 是因为呢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也要告诉大家 脑梗呢 不是绝症 得了脑梗之后 不要拖着 越早治疗 效果越好 希望屏幕前的你 也能够从这个案例中受益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早上这根筋 睡前多按一按 养肝又疏肝 每晚啊 睡觉前 没事呢 就经常的去揉一揉 脚上的这根筋 中医说呢 天筋藏于木 地筋 隐于足 每天晚上洗完脚之后 先不要忙着睡觉 可以花上几分钟的时间 揉一揉脚上的这根筋 将脚底面向自己 把脚趾向上翻起 就会发现一条硬筋 从脚底浮现出来 按摩这条硬筋 把它揉软 每天呢 可以用拇指按揉 左右脚 递筋 各15分钟 有疏肝养肝的效果 注意说肝是煮疏蟹的 肝血是养筋的 只有肝血足筋 才得以揉痒 如果是肝火旺 肝音不足 睡眠不好 或者是近期压力大 那回去好好地揉一揉这个筋